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我们能否改变未来 你知道我们能否改变未来 我会先简单介绍一下 并给你们一些想法 那么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时间的本质和现实的本质 希望我不会让所有人都听不懂 但是你们可以通过问题将我拉回现实 我们会尝试解决这个非常困难的话题 我们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一些人加入我们 我们看到了Spirit Animal 上周我们见过他 你好 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Craig 向Jane发送疗愈能量 他很可爱 是的 你们所有的治愈思想都会很有帮助 还有一些问候和祝福 如果您想定期参加我们的节目 请确保在开始时订阅我们 这样您就可以直播提问任何主题 所以今天我们将开始谈论 节目的主题是我们能改变未来吗 如果你想提出问题 请在问题前加大写字母Q或单词Question 这样当Matt查看问题时 就可以区分什么是问题 什么只是评论 显然 我和简 Jane一起做了很多关于预测未来的工作 这让你有些思考 时间是什么 我是说 时间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我们认为它理所当然 但是当你思考它时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我刚刚问了什么是时间的问题 那已经成为过去了 所以我们始终处于 从过去到未来的不断流动中 我相信 在早期时期 这种情况肯定非常不同 你知道 在我们有钟表之前 在我们将时间分割之前 我们开始注意季节变化 和其他事物的变化 我们没有今天这种最后期限的心态 我认为 在早期时期 我们的右脑思维更强 我们没有把事物分割得那么多 我们生活得很直觉 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随着自然的流动而去 这对人们来说 是非常不同的 现在很难想象 一个没有我们所知的时间的时代 你知道 我们刚刚在英国时间七点钟点播 而在别的地方 可能是不同的时间 但是我们所有人 都把时间分割成了这些段 这让我们始终认为 又过去了一分钟 又来了一分钟的未来 我们很容易失去 对当下的把握 因为我们所有人 都或者生活在未来 想着未来会发生什么 或者回顾过去 想着已经发生了什么 而这并不是一个 很幸福的处境 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 我们在那里找不到幸福 未来还没有到来 我们也找不到幸福 在当下这一刻 我们只能真正找到它 但显然我更多地 考虑这里的主要问题 即我们是否可以改变未来 因为我认为这样想 未来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我感觉 已经存在的未来 就像我说的 未来是可以看到的 如果未来是可以看到的 它就引发了很多问题 你知道如果可以看到未来 它能改变吗 所以我认为 也许有两种类型的未来 一种是已经存在的未来 会到来 这是必然发生的 它可能是由我们的业力 和我们已经采取的行动 引起的 但是还有一种未来 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可以通过自由意志 来改变未来 因为如果未来完全确定了 那么有自由意志的整个想法 和改变任何事情的能力 就完全消失了 如果它只是一个 正在播放的电影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我们都可以直观地 同意我所说的 可能有一些未来向我们走来 但也许我们可以改变 其中的某些部分 有一个有趣的哲学家叫做J.W.Dun 他写了一本关于时间实验的书 谈到时间在不同层面上的存在 沿着不同方向 或相同方向的不同时间层 我们可以跳到另一个时间层 也许可以因此看到未来 但在他的研究和思考中 他看到的未来 有时并不完全相同 例如 有些人在登上泰坦尼克号之前 取消了他们的船票 因为他们有不祥的预感 他们取消了他们的船票 这些本来非常珍贵 他们是当时最重要的票 你知道 获得泰坦尼克号的船票 是多么困难 然而 他们为了某些原因 取消了船票 他们只是感觉有些不对劲 还有一些人 有过梦到婴儿死亡的经历 然后将其掉进河里 有一个女人写了一篇 关于意外将婴儿掉进河里 并飘走的故事 但当他真正遇到这种情况时 他却相反地抱住了婴儿 走开了 他改变了不仅是他自己的人生 还改变了婴儿的人生 你知道这种情况 在生活中有时会发生 我们可能会走上一条悲惨的道路 也可能会因为我们做出的一些决定 而选择完全不同的道路 有时 我们会在梦中做出这个选择 有时会像电影拥抱未来中的情节一样 这又涉及到了另一种观念 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 你会知道一个哲学家叫奥斯本斯基 他和另一个叫古尔杰夫的人非常友好 他们的一些想法有时很疯狂 但奥斯本斯基说过一个想法 他似乎认为永无止境的轮回 不是发生在未来 而是发生在过去 我们重新投胎回到出生的那一天 他的一个想法是 我们之所以会看到未来的片段 是因为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经历过这样的生活 有点像似曾相识的感觉 每次我们都基本上回到起点 重新经历我们的生活 直到结束 下一次回去时 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 我们再次经历它 并做出略微不同的改变 我觉得这个概念有点平荡无奇 因为它会创造出这样一种情况 其他人呢 他们都会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会做出不同的决定 我也会做出不同的决定 情况很快就会变得非常混乱 这有点像遇见未来的自己 或者在你的母亲受孕之前 遇见你自己的想法 你知道 这些都是有趣的想法 但这有点像时间循环的概念 我在这里刺激一下你的思维 我不会给你所有的答案 但是你对这些事情 有什么想法 以后也可以发表一些评论 但我会再谈一点 关于这些想法的事情 那么巧合呢 你知道 这似乎会显示出 我们对时间 以直线方式运行的想法 有漏洞 对吧 奇怪的巧合发生在你身上 你可能会有一个想法 如果你们中 有任何奇怪的巧合 我们可以在评论中加入一些 在我生命中 我曾经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巧合 我现在不会详细讲述它们 但肯定有一个 关于Richard Parker的故事 在这个频道上有这个故事 例如 有一个50年前 由艾伦颇预测的 关于我们家庭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 最终导致我们家庭的 一个人被吃掉 故事的情节 完全按照艾伦 颇书中的情节发生 而我们家庭的名字 与书中的名字完全相同 但我现在不会走那条路 描述起来 你可以看看这个 Beta网站上的 我的一个YouTube 但是那里 充满了如此多的悖论 这让你想知道是否可 能有其他我们可以选择的道路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 做出某些改变 我们会不会 在某个平行宇宙中前进 也许你知道是否存在多元宇宙和我现在做出的选择可以完全改变我的未来 我最终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而且身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中 这种矩阵的想法 你知道的 为你种下了一些思想 你认为这些想法怎么样 我认为这里的最大区别是 如果我们可以改变未来 那么就存在自由意志的概念 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 我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 我们只是放弃了 自由意志也带来了努力的概念 如果我们付出努力 事情就会发生改变 这就是我回到这个概念的地方 也许有两种未来 一个未来是我们不做任何努力 因果关系就会展开 我们会承担后果 另一个未来是有自由意志的未来 我们会努力改变 比如我们决定不去危险的河边 或者我们决定不买泰坦尼克号的票 我们内心告诉我们这样做 我们会努力看到未来 甚至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有的直觉 以指导我们做出最好的决定 为未来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知道未来 通过意识来改变未来 如果我们注意我们的梦 我们也可以改变未来 因为他们经常给我们一些奇怪的线索 有时像我在频道上做出的预测一样 他们有点接近 但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集体自由意志 希望我们会一直引导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个人和集体都是如此 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改变未来 根据我在这里谈论过的纳迪经验 他们可以发现你的未来 然后告诉你 如果你想让未来变得更好 你必须消除妨碍你的负面业力 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诸如祈祷这样的事情来清晰未来的道路 例如如果你在生活中遵循这种路线 如果那是你的泄氧系统或者咒语可以成为清晰未来的一种方式 因为它们有清晰未来的力量 而我相信某些仪式和典礼也可以清晰未来 也许最重要的是 因为这些都与占星术有关 你也可以了解占星术 它可以帮助我们引导未来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事和思考好的想法 因为我相信这会在当下创造出良好的能量 最终影响未来 我们生命中有一定数量的因果报应 这可能是我所描述的预设未来 即有我们在前世和本世已经做过的事情所决定的未来 但我们也有能力通过成为更好的人 思考更好的想法 做更好的行动来改变这个当下 这会创造出一种可能会创造更好的因果报应的东西 但也可能只是让那支箭稍稍偏离轨迹 错过了进入我们生命的负面东西 所以这一切都关乎觉知 都关乎觉醒 例如机器 它们没有自由意志 它们没有做出努力来做某事的能力 但我们有这个自由意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机器 我们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 最后 我们经历的整个时间也与心理学密切相关 我们对时间的心理理解 有时也会影响时间的感受 有时一天会感觉很漫长 你需要更多的时间 而有时则会感觉瞬间过去 童年似乎无穷无尽 随着年龄的增长 有时会感觉时间飞适 我认为我们对时间的体验和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所经历的经验是非常紧密相连的 你知道我们在一定时间内有一定数量的经验 这使得时间似乎更长 时间实际上是我们自己 时间实际上是我们的生命 不是吗 我们就是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活得越好 我们拥有的时间就越多 我们越是拥抱这个世界 我们就拥有越多的经验 我们的生命就越丰富 时间也就变得更长了 我们的生命看起来不再像浮游一样短暂 而是似乎长久而可能永恒 甚至我们也明白生命会继续 而时间也会继续 但是我认为我们越是深入研究时间 越是吸收和思考这些事情 我们或许就能窥见时间的前进方向 就像我和Jane以及你们大家一样 有时候我们能够瞥见未来并可能改变它 这是我的一些初步想法 让我们开始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我相信你们一定有一些想法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问题 思考这些事情 至于灵性动物 我认为有些事情是注定要发生的 而有些事情则可以通过自由意志改变 是的 我想你可能是对的 我认为有时候某些大事情 就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 似乎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很难避免这件事情 例如 有些事情 例如婚姻通常是人生中重要的事情之一 我认为例如对于Jane和Michelle 我们感到它终究会发生 只是Doris Stokes 预测它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这不是一种痴心妄想 因为许多奇怪的巧合似乎与Jane和我相遇有关 如果没有发生 那么我们只会在相遇后意识到它们 你知道的 就像Doris Stokes说的那样 这个 那个和那个 所以我认为有些事情注定会发生 有时候坏事也会发生 它们也是注定的 你可能是对的 也许有些事情我们能改变 有些事情我们不能 但根据Nady的说法 甚至重要的事情也可以改变 因为我有一个经历 我曾经帮助过很多人 见证了很多Nady的阅读 包括我的自己 在其中有一个女士 在Nady中说她会有一场车祸 你要带她去医院 这对她来说会非常非常糟糕 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些补救措施 那么这将不会发生 然后她和朋友一起开车 说我总是担心开车 因为你知道自从我有了那个Nady的一言以来 当我做了一些补救措施 然后就发生了一场事故 完全没有受伤 这几乎是Nady预测的时间 然而她完全没有受伤 事实上 上车子甚至没有受损 但她知道在慢一秒钟 她可能就去了医院 她的命运可能会很糟糕 所以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被改变了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她做了一些相当广泛的补救措施 确保那件事不会发生 所以这就是灵魂动物 我没有完全回答问题 可能引起了更多的问题 但这通常是这些事情的性质 Varon 你同意积极的思想会带来未来的积极事件吗 负面的思想会带来未来的负面事件吗 那么负面想法是什么 负面想法通常是相当自私的 不是吗 你会考虑生活中大多数负面的事情 如贪婪 嫉妒 嫉妒 仇恨 这些都是负面的想法 即使是对生活缺乏信仰 也是一种负面的想法 不是吗 也许他们确实会把阴影带给你 我确实看到过这种情况 尤其是在生病时 医生会承认安慰剂效应的存在 如果 一个人对自己的健康充满积极的想法 突然就会好起来 即使他们服用的药物只是一颗糖丸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也许这种安慰剂效应 与任何身体上的事情都无关 也许我们自己会激发出某些能量 灵魂上的东西 这些东西可以创造奇迹 我认为积极的想法 也有更高的振动能量 它们可以传达给他人 这就是积极的想法 可以治愈的原因 所以我确信积极的想法 可以带来积极的事物 但是我有点担心 一些积极思考的书籍 因为当你说事情会变得更好 事情会变得更好 事情会变得更好时 你一直在假定 首先存在一个问题 每当你说有问题时 它就会变得更好 有问题时 它就会变得更好 所以你一直在消除问题 我认为你必须乐观的生活 就像一切都会好起来一样 只需要知道实际上 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让他来吧 让他发生 这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让他自然而然的发生 如果我们能够采取这种态度 就像现在生活一样 享受生活的过程 知道所有的经历 对我们都是积极的 那么我们会过得很幸福 我认为我们的眼睛 实际上会成为 我们内心的幸福的反应 即使是最有灵性的人 也经常经历苦难 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痛苦和苦难是可选的 我们对待他的态度 我们的处理方式 才是关键 生命本身和痛苦本身 是中性的 只是感觉而已 我们对待他的态度 才是决定性因素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但我认为 我们应该这样做 问题是 是否存在一个转折点 或特定的时刻 我们无法回头 命运接管了自由意志 所以 是否存在一个转折点 或特定的时刻 正如藏传佛教所谈到的 中有 在死亡之书中 被解释为存在的不同层次 但也有这样的想法 集中有是一个转折点 在生活中 我们都会偶尔有这样的机会 有时候 这些机会来自于一些可怕的事情 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 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 但它可以突然的 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价值 重心思考我们的生活 并帮助我们 突然看到大局 所以我认为 这些转折点是存在的 它们可能是偶然发生的 如果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但也许它们发生是因为 有一种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 不时的给我们一种精神上的刺激 你知道的 我认为生命中最危险的事情 执疑是自满和懒惰 因为就像我说的 自由意志等于努力 但懒惰可能会成为一个人 生命中非常危险的东西 在我看来 这时候会有一些事情发生 比如疾病 悲剧或者其他不顺利的事情 我认为 这是给我们的一种刺激 因为我认为 我们在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完成我们的精神工作 我们必须做我们所谓的sana 我们必须发展自己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成为觉醒的存在 不是吗 我们在这里 是为了成为开悟的存在 我们在这里 是为了变得有意识 物理存在的整个原因 是为了唤醒意识 有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刺激 来重新回到精神道路上 给你证明 gamma 然后 你会露的情况 我们必须发展自己 你会露的情况 你会露的情况 让你证明 谁会露的情况 私会露的情况 但是你会露的情况